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管有疫情 两国关系还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两国关系没有停滞 更没有倒退 反而继续向前取得了发展 这主要是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两国的高层交往 保持了密切的势头 从去年年初疫情发生到现在 大概一年半不到的时间吧 习近平主席与左国总统先后四次通电话 第二个表现方面就是抗议合作 中国与印尼的疫情合作是起步早 规模大 效果好 是实实在在的对两国 特别对印尼的抗议 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当然我们中国中央也特别感谢 祖国总统带头打中国的科兴疫苗 向全世界展示了科兴疫苗是安全的 有效的 清真的 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务实合作 特别是经济贸易投资这些方面合作 我们保持了稳定的态势 而且逐渐开始回升 去年两国的双门贸易额达到783.7亿美元 中国从印尼进口同比增长10.13% 这个增幅还是比较大的 中国对印尼的直接投资 去年一年20亿美元 大幅的增加 增加了86.5% 此外呢 中印尼之间一带一路和全球海洋战略支点对接的重要项目 亚万高铁也在持续的推进 今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有几大标志性的项目都将完工 一个 那么大概在6月份要开始铺轨了 亚万高铁要铺设轨道了 今后我还想特别提到一下 就是这个印尼这个南加拉号402潜艇失事的事 这个呢 是体现了我们两国的关系 两国的友好 两军的友好 中方的人道主义的援助 事情发生以后呢 习主席向左国总统发慰问电 温凤和国务委员间国防部长也向普拉波国防部长表示了慰问 中方呢 派出了海军的两艘船船和中科院的一艘科考船 组成的编队加盟实施海域进行协助救援 截至目前水下的情况基本探测清楚了 也打捞了一些部分的一些残骸和物资 收集了大量的这个视频资料 已经都及时的交给了印尼方面 好 小大师 我们都知道呢 中国是世界上率先控制住这个国内的疫情 并且恢复经济活动的国家 那么在后疫情时代呢 中国和印尼有哪些经贸合作的规划呢 对于疫情呢 如何发展呢 我们是一方面努力的控制疫情 同时呢 也要在疫情期间 努力的保持我们的发展 两个地方发展 那么疫情之后当然会有更好的发展环境 但是呢 从中方来讲的话 我们是在疫情期间以及疫情之后 都要继续积极的推进 两个这个经贸合作 一个就是继续深化这个战略对接 包括亚万高铁呀 区域综合机走廊啊 第二呢 就是利用好几个平台 来促进这个贸易合作的提制升级 中印尼双方都参加了这个RCEP 就区域全面进行伙伴协定 那么我们希望呢 双方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 最好都能够签约和都能够批准 批准之后呢 就尽快实施 那么发挥这个平台的作用 可以使得中印尼的贸易关系啊 在现有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发展 我们也愿意通过各种进口波兰会 来扩大对印尼的产品的进口 事实上印尼有很多产品已经对华出口了 我们还在努力的在克服困难 加快这些更多的产品对华出口的进程 比如说有些农产品 它需要进行海关总署和支检总局的检疫 而这检疫呢 需要现场检疫 可是呢 疫情呢 使得双方这种线下的考察呢 受到影响 这个呢 我们也在研究 有没有其他灵活的办法 来这个尽快加快这些 这个考察的这个进度 总之吧 这个贸易投资啊 基础很好 前景广阔 我们是下一步还要在这方面呢 多做一些工作 第三呢就是 这个释放一些新的动能 除了现有的这些资源领域之外呢 这个数字经济啊 是大有可为 比如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 5G 智慧城市 这些方面呢 周一年只有很大的 都有很大的潜力 小大使 我们都知道呢 今年就是适逢中国执政党 就是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那么100这个数字呢 在考试的成绩里呢 是一个满分的象征 正如中国近几十年来 所取得的瞩目的发展成就 那么包括在脱贫 攻坚等方面 取得的成绩呢 就是有目共睹 可否请萧大使分享一下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我认为今天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那么这100年确确实实是值得热烈庆重 值得祝贺的100年 因为在过去的100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 克服重重困难 付出巨大的牺牲 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几百年的梦想 特别是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总数据为这一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我们在带领中国人民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新的时代并不是因为一位新的中央领导而产生的 而是整个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入了新的时代 我的政权的目标 不断的努力奋斗 才取得今天的成果 那么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 特别是发展的国家 长期是千百年面临的一个难题 中国也是这样 那么我们终于在去年实现了 现有条件下绝对贫困的彻底消除 一个就是首先从观点上 就是以人民至上 是不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放在心上 人民想要什么 他们想在要对生活有更好的追求 我们的奋斗就是这个目标 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目标 那么以人民为中心 不光是说说而已 而且落实在政策上 不是嘴巴上说说就完了 这个是说要决策的 这也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的 第二就是科学的扶贫 或者叫精准的扶贫 中央国家机关 各个部委 各个省的省级机关 选派得力的干部 下到农村去 下到这个偏远落后的地方去 做县长 做副建长 做村长 这个县 这个村 要脱贫 不脱贫 你永远不要回来 第二呢 就是针对不同的情况 给予扶贫 给予扶贫的支持 还有教育扶贫 通过这个 这个实施教育 资源帮助 那么使得这些 平均地区的 这些下一代的 能够接受好的教育 还有就是社会保障兜底 所有这些都解决不了的 国家兜底 不能 扶贫 一个不能少 一个不能落 你总是把通过各种方案 有针对性的方案 来实施 这就科学扶贫 第三呢 就是说 凝聚强大的合力 一切都由国家包 也包不住 也包不下来 要大家 全社会一起动员 首先是 利用我们 就是这个 中国共产党 这个高效 严密的组织体系 和运行体制 来发挥作用 第二 引导东部地区 帮助西部 其集中力量 很快就能见效 中央国家机关 国有企业单位 定点帮扶 再有就是 通过这个 普通民众 积极参与 扶贫捐款 这个义务扶贫 扶贫 扶贫志愿者 这些方式 还有就是利用 这个现代 这个 信息时代 电商平台 来推销 这个 贫困地区的产品 帮助他们 出销当地的特色产品 总的来说吧 就是动员 上上下下 这个各层 各个领域 各个方面 一起出力 形成合力 所以呢 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 这些个脱贫呢 他们也刚刚 脱离贫困 我认为这个 这些方面 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些经验吧 跟这个朋友们分享 好的 非常感谢肖大使 接受我们的访问 祝您健康平安 谢谢 好 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美多新闻的全文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祝大家中午愉快 再会 MetroTV